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歌劇制作的哈喽片段 全部都是来自一套可以说是歌劇哈喽片段之最的一套歌劇 就是Tosca 在来自1960的一个production里面 整个production都顺顺利利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呢 到了最后一场最后一幕 说Tosca要跳楼身亡的时候 之前工作人员在后台准备了一个床 让Tosca跳下来就可以安全着陆 不知道为什么呢 到了最后一场床变成一张弹床 搞到Tosca跳下去后反弹回来 在观众的角度 只见Tosca跳下去就不见了 但因为弹床的关系 他会飞回来 而且有报道说 飞了十五次 令到一个原本是一个爱情悲剧 瞬间就变成一个闹剧了 另一个闹剧就是来自1961年的production 亦发生在最后一幕 和行刑队有关 通常这个行刑队可能是由合唱团 又或者是有一些extra去扮演的 在production 找了一些学生 一些完全不知道这套歌剧讲什么的学生 来做了 亦都很明显 导演也都不是派大的心机下去 正是跟他们说 你们到时听到Q 就慢慢走出去 然后看到那个军官揮剑下去 你就开枪了 接着那些extra就问 那我们怎么走啊 你们总之跟着那篇十步就走得了 他们去到演出的时候 就跟着这样做 走到出去 咦?有两个人呢? 哪个是Tosca? 哪个是Cavardossi? 那我应该指向哪个呢? 在这个命运二选一的情况之下 他们就选了Tosca 对啊 他们就对着那枪 对着Tosca 当他们病完之后 另一边的Cavardossi就躺下了 这个还未至于最搞笑的部分 最搞笑的部分就是 他们要跟着Principal走 走的就是Tosca 他怎么走啊? 跳楼走的 所以他们都跟着Tosca 一起跳下去 真是非常搞笑的一幕 另一个Halo的片段 就跟这个传奇女歌 Maria Carla受关的 他有一次演出的时候 在第二幕 他就太过专心 没有为意自己走到他的蠟燭太近了 令到蠟燭燃了他的假发 但他真的非常专心 专注演出 他没有为意到这个事情发生 幸好他的对手 所以他就会避免Scarpia的Tito Goblet 就很聪明了 就利用这个打斗 在打斗的途中 就撲熄了一张火 令到没有发生任何的严重意外 不过以下介绍的一个例子 就真的是一个预为严重的意外 这个是1986年的一个production 由Eva Martin去饰宴Tosca 亦是发生在第二幕 他跟Scarpia有些打斗 在过程之中 Scarpia不小心 一个手肘就打中他的下巴 根据后来的一些报道 他说当时那一刻 已经听到 这声音 听到都觉得很痛 但他真的非常专业 The show must go on 他继续去演出 去到演出完之后 他去做检查 发觉原来他的下巴 是移了位的 最后就要和大家介绍 一个比较近一点的Hara Look 是2016年 在维亚纳歌剧院发生的 由两个巨星 Kathmar和Andrea Galgib 在第三屋 Kathmar唱完Aria 很出名的Aria 之后 应该是Galgib 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 但不知为何 音乐奏起完 也没有出现过 搞到Kathmar很尴尬 一个人坐在那里 因为那时候 音乐也停了 Kathmar一个人坐在那里 不知怎样 然后爆了口 唱了一句 L'Abbiamo Soprano 即Soprano不见了 到搞了一分钟之后 音乐再次响起 Andrea Galgib 终于出现了 然后他就失场了 而且这个演出 也是拍摄了 放了上网 大家有兴趣的话 不妨上网查一查吧 如果大家对这些歌曲 Halo片段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推荐大家 看看这本书 Great Operator Disaster 这本书薄薄的 介绍了很多不同 类型的 不同作品 发生的Halo片段 不过这本书 年代比较久远 是1979年的出版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 可能要上网去买 来啦